停 好 歡迎林哥太太 先在舞台中央 我們是不是要先拍照 先跟大家用妳的招牌方式問候 可以大家見過好嗎 我是林哥太太 瓜哥好 你好 我是廣念科的主持 你好 我們這兩位是上次見面的時候 是妳訪問我 然後今天換到我訪問妳了 很開心能夠再次的同台 首先我們今天強到的 就愛妳的Wild 21比9 針對這一點妳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首先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實驗好了 蕭哥妳要不要 我沒有想要來這裡做實驗 為什麼我們在這裡要做實驗 OK 好好聽妳的 怎麼做 站著不要動 好 站著不要動 然後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就是頭不要動 眼睛不要動 然後劇情的時候 劇情 然後一邊高一邊低 就是垂直 然後一直延伸到 你看不到為止 眼睛不光 怎麼可以跟著做嗎 不然我一個人尷尬 OK 就到這裡記憲 好 然後我們停時跟中 沒有啦 大概記一下 然後我們停時跟中 上下到延伸到妳 延伸嗎 不是不是 就是到妳看不到 妳的眼球看不到 魚光 眼角魚光掃不到的地方 對 妳真的這麼短嗎 我真的這麼短嗎 這很短嗎 真的喔 就是妳可以掃到 然後再變成水平的 水平的 打開嗎 就是妳看 用眼角魚光掃 對 這樣看不到 就這樣嗎 對 妳有沒有覺得 就是水平的比垂直的 高很多 寬很多 喔 好 那妳有 察覺到什麼事情嗎 我自己看不到我自己的比例 但我剛剛看了總經理的那個手勢 值得很 大概約莫就是 2比1 欸 差不多就是 比較寬嘛 差不多就是 21比9的概念 就是寬很寬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眼球 其實是兩個長型的視野 然後把它拼在一起的 所以為什麼好萊塢電影 會用21比9的比例去拍 就是希望它可以 讓妳很沉浸式的體驗 在電影院裡面 就是不會去看 或想到其他東西 所以你在使用21比9的比例的時候 它是可以填滿 超過妳的水平視野的 是 所以妳不會有 就是瞄到其他地方 就會很入戲的在看 很厲害 這個是我想各位 參加記者會很少用實驗的方式 來解釋一台手機的 那PowerPoint也都白講 妳這個很快 妳這個很快 妳這個 瞬間 沒事沒事 Jerry 我們樹葉有專攻 大家分共 可以請李克太太分享一下說 妳自己呢 第一次摸到21比9的手機 有什麼樣的感覺呢 那時候會覺得怎麼 有需要這麼長嗎 但是實際上使用的時候覺得 習慣了就離不開了 離不開了 對 因為其實可以比較一下 嗯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現在手機上呢 同時播放同一支影片 對 然後因為它這個比例的關係 好萊塢電影他們是用21比9的比例去拍 所以妳直接在上面 是不會看到任何的黑條黑邊的 可是妳在這邊妳就會 因為它這個比例的關係嘛 就必須要上下加黑邊 它上下都會加黑邊 因為它的比例不是最符合電影的比例 不然它就會變成拉寬 看起來就不好看了 然後妳有發現就是這樣看起來 妳這樣 有 我覺得這樣看起來就是爽感 特別有啊 對 就覺得很像在電影院看電影的感覺 對 所以妳跟妳老公平常也會玩遊戲嗎 會 就是用這個妳可以地圖比較多 那邊有敵人 但是妳不要跟他想說 不然妳去一下右上角那邊 去一下 對 去一下 然後他就真的去了 然後就被抓到 然後就被打了 第一個是我老公啊 他常常會傳一些 自以為有趣的影片給我 對 我覺得男生好像都會這樣子 對 你知道夫妻為了盡義務 妳還是要笑一下 然後而且妳還要 還要稱讚他 就是說 我覺得在幾分幾秒的時候 真的非常的好笑 他就覺得 喔 妳真的有在看 對 妳沒有認真看 妳沒有敷衍我 對 所以 這時候就很需要了 我們現在就來一個快問快答 要來請教妳一下 第一個呢 就是妳接下來如果拿到了 這一款21比9 終極寬螢幕的手機桑 要做什麼呢 躺下來大看Netflix的 上面的電影 那當然要考一個比較難的 小小的算數 但是我覺得這應該拿不到 理科太太 21乘9是多少呢 189 欸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正確答案 妳真的 妳真的不要這樣 妳真的不要這樣 那想問一下一個 我覺得也蠻苦手的問題 理科太太自己喜歡年糕還是蒟蒻 因為很多人都會討論說 究竟是翻譯年糕還是翻譯蒟蒻 喜歡吃的話是年糕 嗯 如果你覺得到底是翻譯年糕還是翻譯蒟蒻 好像是年糕吧 年糕比較對 是年糕吧 喔 好 OK 以上就是我們快速的分享 感覺聊得很快 妳還有什麼要補充的 就 因為我們覺得很喜歡 OK 好 那就謝謝妳了 我們會不會講太快了 不會 但請她是值得的 因為妳請一個立刻 就像請那個徐如雲 就一下一次請兩個人的感覺 徐如雲也是我們Sony的藝人 所以非常合理的 謝謝 那就帶來一首 如果雲知道送給大家 還真的咧 我想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這邊有三支手機 其實在昨天的MWC 我們總共發表了四款手機 那在下禮拜呢 其實在台灣 暫時會上市三款手機 分別是這兩支 這個系列的Xperia 10 Plus 還有這個系列的Xperia 10 以及這個系列的L3